欢迎各位网友收看广传媒频道 何来卖和大家主持广传谋论 大家知道下棋有个说法叫做收拾残局 即是说下棋到后来怎么去收科 现在俄罗斯侵入沃南这件事 就要收拾残局的时候 这个残局在普京 俄罗斯总统来说 当于不是残局 他就会说基本的目标达成了 现在就是向东要 这个稳守 顿巴斯地区 即是说 这个侵略乌克兰这场战争 在普京和他决定的人眼中 就是要将乌克兰分成东边西边 东边就是顿巴斯这地方 他又要稳固这地方 就等于分裂乌克兰 原本要改变乌克兰政府的战略目标 达不到 要佔领或者将乌克兰 所谓的 所谓的 战略的目标企图 也都达不到 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的 军民全民抵抗 普京打了一个月 现在去到三月底都来 未能佔领一个重要的城市 甚至在乌克兰 或者是科尔崇这个城市 都是佔领的力量 是不是这么稳固呢? 乌克兰 当然在马勒波 南部港口 就是继续激战中 但是已经传出说 普京要在5月9日 这个前苏联 韦国战争纪念日之前 要解决这个沃南战事 就是要了断这件事 但是你的战果去到这样的状态 就相当令人失望 或者是 我当然是令俄罗斯人失望 在世界上来说 当然希望你最好不要出兵 其实一出兵 何良博在2月28日 已经看到一篇文 这篇文真是很神奇 俄罗斯出兵 都是四天左右 四天左右 这篇文已经出现了 变成中文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 会输掉这场战争 就是透过一个熟悉 俄罗斯的军情 和发展的人 叫做卡米尔·加利夫 所写的一个分析 就说 这场战争里面 就是当时 2月28日 他只要2月24日开战 侵略你国家 今天说 俄罗斯军队 没有做好战争的基础准备 这个分析很到位 这个后勤 补给线各方面 到现在还是问题 第二 普京和他的重要幕僚 是没有大战 没有打仗的经验 其实 乌克兰的军队和民众 已经在2014年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併之后 已经是发展神速了 已经将上次8年前 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吞併 吸取教训 已经大大地改善了 乌克兰的战略思想 这方面 就是一个宏观的论述 第二就是 这位分析人士 就是说 这个大众 就是世界上 很多人高估了俄罗斯军队 甚至普京都高估了俄罗斯军队 肯定是 第二就是 是低估了乌克兰抗战的实力 第三就是 误解了俄罗斯的战略和政治目标 究竟他是想吞併乌克兰 还是只是想改变乌克兰政府 让他去军事化 非军事化和纳粹化 还是不过 好像现在普京说 跌落地下扎巴沙 现在又要保住 顿巴斯 是俄罗斯控制 因为这两个州 明金斯克和顿内赤克 顿涅赤克 已经在2月21日宣布独立 当时普京在21日承认了 然后过了两天 三天之后 就是出兵去沃南 普京现在就是要保住 顿巴斯地区 是属于俄罗斯控制 无论是实质控制 还是政治上的 应安力的控制 即是说 就算你不打这场仗 那两个地方都已经独立 两个州都独立 不要说 克里米亚已经佔领了 吞命了8年 即是说这场仗 打了一个多月 都是德国吉 你都是原地踏步 那打来做什么呢 那这场仗已经被认为 是一场俄罗斯史斯级的惨牌 如果从国力的比较 即是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国 去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所谓展示到外强中干的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相当之残酷的 也有分析说 这场战争将会改写世界军事版图 甚至改写以后作战的方式 再不是二战 那时候冷兵器 或者一战 那种所谓大兵团 甚至军人武器 全部在前线 大家目测 看到这些战争 以后的战争将会是电子游戏 那种的螢幕战争 是资讯战争 是数码战争 即是说 不会在战场上 不会再是以前这样 physically 看到你的敌人在哪 然后在螢光幕 在电脑上 甚至透过夜视镜 各方面的方式 当然大数据将会是 左右了以后的战争的发展 那今次就是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美国和北约都已经认定了 普京和俄罗斯军队 今次就是犯下战争罪的 犯下战争罪 就是war crime 那怎么处理呢 如果要处理以前 二战就是战败的 战犯 要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审讯 无论是纽伦堡大审 还是东京审讯 战败国的军头 负责人 即是总理都要上审讯 但是今次如果 这场战争里面 普京他真的撤退了 那国际上怎么处理 已经认定了的战犯呢 是要不要处理这些被认定 犯了战争罪的俄罗斯的军官 军人 以至到要处理这个 普京上国际法庭呢 西方怎么处理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究竟是不是就这样 说了就算了 放过他 然后呢 所谓战犯 就是一种道德上的 譴责指控 还是有跟进的行动呢 就是美国呢 就是要 都几棘手的处理问题 如果俄罗斯真的 将军队撤回去 就是 普京撤回去俄罗斯的话 那 其实今次 那个死伤 是很严重的 俄罗斯 看看 他打阿富汗的时候 打了九年多 差不多十年 都是死了一万五千人 总数 当然这个数 也很大 但是今次呢 进去乌克兰 一场侵略战争 一个月呢 就已经 据乌克兰 国防部呢 就说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人 俄罗斯军队 所谓阵亡 如果将这个数 打过七折 都过了万 都过了万 如果 你只是一个月 死伤的人 这么厉害 已经是 去到 打十年的 奥富汗战争 那就是说 你的军队 以至到你的战略 十分之浓爆 如果不是呢 为何 会死过万呢 你共青团 《真理报》自己都写 九千八百多万 九千八百多人 超过是 陈亡 后来就删除了 那 你现在就无法 在基库 或者其他大城市 有一个很明显 就是 攻进去 要占领这些大城市 那 战略目标究竟想怎样呢 达不达到呢 现在你口头说 基本达到 但是这些是很含糊其次的 这个基本的基本是怎样定的呢 这个用来对俄罗斯内部的人民一个交代 但是对于国际上来说 实际上这个战争是很明显失败的 那西方怎样跟进普京 今次的所谓追责 救责 要不要有个国际战争审讯呢 那这个是相当之 就是 考验西方今次会不会 就是 讲了就等于做了呢 如果不是呢 以后怎样去制止 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侵律战争 那么 现在北约已经出了声明了 说到明 就是要追究那些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人的责任 包括战争罪 这个 这个 拜登都有去 出席 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 特性这个 北约的一个联合声明 有讲到 那么 如果普京真的撤军之后 怎么办呢 是否以 口头谴责 继续制裁就算数呢 那么 接着呢 就对中国的影响了 对习近平的影响 就是说 全球的范围内 将会在一段时间里 会加速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 即是说经济上 跟中国可能脱欧 甚至 美元方面 跟中国方面 就是 那个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那么 就是继续做生意 但是对中国的 那个 那个 engagement 就可能会慢慢 就是大家 就知道中共今次 支持俄罗斯的话 就会不会 就是这个 加速去中国化 那么 一个 乌克兰总统 扎廉斯基 他今次的领导 当然是 自贯重要 那么 他在一个 欧洲 这个 欧盟议会的 一个 演说 就是 比较 能够 影响到世界 很多人的 一个 心理状态 他说 我把 这火心 劝给你们 劝给欧洲的人民 我想呼吁你们 不要保持沉默 我希望你们走上街头 支持乌克兰 支持我们的努力 支持我们的斗争 因为如果 乌克兰站不住 欧洲又不会站得住 跟着 扎廉斯基就说 站出来吧 尽可能多地支持乌克兰 如果我们赢了 而且 我确信我们会赢 这将是整个民主世界的胜利 这将是我们自由的胜利 这将是光明战胜黑暗 自由战胜奴役的胜利 如果我们赢了 我们将变得像欧洲一样百花齐放 欧洲在这场华丽的胜利之后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繁荣 荣耀属于乌克兰 这场是最初在外国议会演说 后来又去到美国 德国 加拿大 英国 议会都有演说 已经预告了 乌克兰会抵抗到底 到今天看到俄罗斯 开始 那些军队围着 基辅军队要向东撤 要向东撤 要向顿巴斯地方撤 顿巴斯旁边就是俄罗斯边界 即是等于回家 这场仗打一个月 在乌克兰当然是死伤寻职 难民都数以百万计 有些估计 已经去到千万 由于欧洲不同的国家避难 一场无谓的战争 即是为了个人 一种权威 为了你自己 一种 所谓帝俄梦 或者俄国梦 但是以别人 国家的人民 作为一个代价 要搞成这样 所以国际上 不能坐视不理 不能够就这样算数 因为你作为一个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亦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 你俄罗斯 但是自大人道都要以身作则 现在不单止没有以身作则 破坏规矩 破坏和平 作为联合国的开创者 你那时候二战之后 就是要避免战争生灵动弹 要用和平的方法 要讲理性 要道理去说服人 但是你今天带头去打人 造成这么伤亡惨重的 乌克兰的情况 你不能够就这样 一筆勾销就算了 多有道理 打人就是错 这个武力解决问题 已经是二战之后 不能够接受的国际法 无论国家大小 小国打大国当然不对 大国打小国更加不对 以大欺小 今天违反了国际 惯常的处理问题 一种外交 谈判的方法 这是很坏的榜样 今天俄罗斯 你这次一念之差 所以很多分析家 在战争开了几天 已经知道俄罗斯必败了 因为这场是不义的战争 是违反公义 违反正义 怎样有道理 你说人家有纳粹化 都不应该打人 一个主权国家 怎可以被另一个国家 要用军队去打人 然后接着要一个国家 非军事化呢 怎可能 这是一个主权国来的嘛 中共 你又说支持这个国家主权 支持领土完整 那便移到 乌克兰也是你的伙伴 簽个中乌条约的 为什么 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 中共不单止 不为受侵略各方 就是主持公道 还是为这些侵略者遮遮掩耀 总之就是不谴责俄罗斯侵略 不去要求俄罗斯撤兵 这些做法本身是叫做共反 这些做法本身是叫做共反 中共这次 如果俄罗斯最后来决定 就是没办法打下去 中共自己都会周身危 所以有时 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受制衡 包括普京和习近平 结果是没有自我搞错的能力 就会一指挫满盘皆落索 普京就是最新的人版 所有全世界的极权者 独裁者 或者威权主义的支持者 要引违因监 好了 我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麽多 希望大家继续subscribe 欢迎我们的patreon 广队很需要大家 share like 给comments 这些独立媒体 是需要各位网友的支持的 好 那麽多下次就会 拜拜